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是在菲律賓生活 將近兩年的時間 關於十一住行 這方面的分享 因為我很久以前剛來菲律賓的時候 那時候有分享我在菲律賓房的 乾苦潭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到菲律賓 然後工作比較忙 我那時候常常都要加班 肌肉量沒有那麼足夠 所以那時候拍的影片 我是有拍完 可是因為剪影片花太多時間 我只上第一集 那個影片的後續有人在問 就是很坎坷啦 再分享一下在菲律賓生活的 就是食音住行方面 講食 吃的應該就是 大家最關心的吧 我覺得在菲律賓它其實 它的外賣業 就是像台灣不是有UberEat 所以我覺得去菲律賓工作的人 一定要記得 第一個重要點就是要下載 Grab 它會幫助你很多 所以吃的部分就是外賣 他們其實也很盛行 尤其是如果你是住在 Makati 或是帕塞 還有一個APP就是關於吃的很重要的是 微信 你一定要下載 菲律賓現在很多中國人 所以他們其實很多 中國的料理啊 或是一些小吃 他們都是用微信 所以 如果你不會用Grab 你不會用Grab Food 你可以用微信 它其實上面會有 就是還會有很多群組 就是那種美食 什麼群組啊 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會有很多人 會分享說 我今天叫的奶沾很好吃 所以我覺得在菲律賓生活 如果你要吃的好吃 就是外賣這方面的 就是如果你還不敢出門 你要叫外賣的話我覺得 Grab跟微信 可以先下載好 是住在Makati 或是住在帕塞這方面的話 他們很多都是可能 200匹300匹 或是你點兩杯飲料就送 所以我覺得 微信這個就是 還蠻必須的 第一個是外賣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是 我覺得菲律賓非常非常多的 韓式烤肉店 就是真的是很多地方 像我之前是住在帕塞 那是Seaside 然後他們都習慣翻譯中文 就說我要不要去西塞 西塞 然後就是那邊很多的韓式烤肉店 有幾家我也覺得還不錯 之後如果我會去菲律賓 有機會再跟他分享 所以我覺得菲律賓非常多的韓式烤肉 而且大部分都不會雷 唯一的差異就是可能有些會貴一點 有些就是便宜一點 或是選擇多一點選擇少一點 但大部分都還不錯 所以吃的話 我在菲律賓非常的常吃 韓式就是非常熟悉的口味 第二就是 因為我前面有提到 菲律賓非常多的中國人 所以呢 在那邊還蠻多中國的餐廳 就麻辣火鍋 四川的那種 重慶麻辣火鍋 或者是那種串串 串串就是 它就是也是一個火鍋 都會變成一串一串的 然後就是你就直接這樣丟下去煮 然後這樣拿起來吃 他們非常多的火鍋店 大部分都是麻辣火鍋 就是中式餐廳 然後還有他們很多那種音樂餐廳 就是會有人在前面唱歌 然後表演 然後就是點那種和菜吃的 中式餐廳也很多 然後第三個非常多就是素食 各種素食都有 像是溫滴漢堡 麥當勞 肯登基那些都很基本 第一的素食店 就是Jollibee 那個就是一個小蜜蜂 應該很多去過菲律賓的人都知道 那人家是分享過說 Jollibee的炸雞非常好吃 那我自己吃過 我是覺得 嗯 還行 就是沒有到很驚豔 但是就還不錯 如果就是 沒去過去 要去菲律賓完了 也可以去試試看 因為那個是菲律賓品品牌的素食店 嗯 還有菲律賓的素食店 我覺得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們 的 配餐是白飯 好像東南亞都是這樣 就是我聽人家說去泰國啊什麼的 他們的麥當勞就是炸雞 我們炸雞就是配薯條嗎 他們的炸雞是配一個白飯 而且他們還會有一個炸雞的sauce 對 那你也可以選擇是配薯條 明如果你點麥當勞 你點完一定要check Check你的餐跟你點的是不是一樣 因為他們真的超常弄錯 就例如說你已經跟他講說 我要Fries 然後他就會給你Rice 之類的 但是他的單子上明明打的就是Fries 他也跟你收的是配薯條的錢 但是他就很長 他們可能就是順手習慣 因為大部分他們都是選擇白飯 那我就是想吃薯條 如果拿到白飯我會很生氣啊 所以我都一定要點餐 所以我喜歡Fries 剛去Fries的時候很常吃素食 因為在那時候還沒有就是像 那時候還剛去沒有朋友 然後也不知道說就是有什麼 韓式烤肉店可以去啊 那你一個人你也不可能去 你也不敢亂跑 所以我那時候很常吃麥當勞 還有星巴克 就是那時候麥當勞的星巴克是我的好朋友 對 那久了之後你就會比較找一些餐廳 然後認識了朋友就可以一起去 所以剛去的時候 就是也不用擔心美東西吃 因為麥當勞是你永遠的好朋友 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有一次生病 然後我就是在家 我就是沒辦法出門吃飯 那我就是滑了那個外賣的app 然後我想叫東西吃 然後我大概滑了兩個小時 就是一直在猶豫要點什麼 因為上面全部都是素食店 然後呢 就算不是素食店那種pizza店 他們就是只有那些雜物 我想說我一個就是中感冒的人 要吃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猶豫了兩個小時 對所以就是 菲律賓的素食 我覺得韓式料理中式就是中國餐廳 還有素食店是菲律賓三個 我覺得還蠻熱門的東西 當然你說一些台灣的小吃 也是可以吃到 有一間叫牡丹 它就有賣很多 它是台灣人開的 那它也是還蠻多那種台灣的 它可能會有什麼 肉跟麵啊 滷肉飯啊 那種就是台灣味也有 可是我現在講的是 大部分普及的 就是你可能到每個地方都會有的是這些 餐廳 第二個分享E 那E呢 我先講說 在菲律賓它的季節 它一年四季都算是夏天 但是他們也是有那種 比較沒那麼熱跟很熱 但對我們來講都是夏天 所以在那邊的穿著大部分都是夏季的穿著 所以我帶過去的衣服也都是夏天的 但是後來因為我上班都是在辦公室嘛 所以我後來還是會買一些薄的長袖 因為在辦公室裡面其實吹冷氣也會冷 買衣服我覺得不太好買 因為呢那邊不像台灣就是這麼方便 就是他們雖然他們好像也是有那種網購什麼的 但是我不太會用 加上衣服的款式呢 我也沒那麼喜歡 我唯一在那邊會買衣服的地方就只有 ZARA 就是那種百貨公司裡面的那種 可是ZARA的款式也不像台灣看到那種 就是比較新鮮或是怎麼樣 然後加上它的價格也比較高 所以我買ZARA我只有買過幾次而已 這是UNIQLO 因為UNIQLO就是一個比較普及的牌子 然後它裡面也是有一些簡單的T恤 個人的穿衣喜好呢 我在菲律賓買不到什麼衣服 所以我每次回台灣 只要是夏天的時候 我就會大採購 因為我如果回台灣是冬天的時候 我就買不到夏天的衣服 所以當我回台灣的時候是夏天的時候 我就很珍惜那個可以購物的時刻 因為我在菲律賓就是基本上不怎麼買衣服也買不到 變成我在菲律賓因為買不到衣服 就變得很愛買鞋子 就是買各種高跟鞋啊 衣服的部分我覺得在菲律賓比較難買到 生活用品的話 我覺得菲律賓其實它也是很多我們知道的牌子 像大創 像是他們有一個叫MINISO 就是也是很想大創的品牌 他們就是賣蠻多那種就是生活用品 大部分都有 雖然品質不一定很好 可是就是還能堪用 所以我覺得生活用品的部分 不太需要從台灣帶過去 就是菲律賓買都買得到 三個住 就是我要講的很重要 就是找房子這件事在菲律賓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看房什麼都還好 但是主要是後續的問題 第一 菲律賓很多 我不知道是我住過的地方比較嚴格還是說 很多 因為我就是只住過了 目前只住過兩個地方 可是今天住的是帕塞 我在那邊住的一個 像是類似公寓的那種電梯的大樓 我覺得他很啰嗦 就是他們很多規定 第一你帶行李進出 什麼都是要申請的 我覺得這就算了可能行李箱比較大 但是他們連就是我可能買個床 床墊買個枕頭 這種比較大型的東西 他都要有一個Pass 你都要申請那個Pass 或是你可能就想說 我就是想買個舒服一點的椅子回家 還是怎麼樣 他都要跟你申請那個Pass 很多很多很囉嗦的規定 然後加上就是不能曬衣服在陽台 什麼什麼什麼的 就是我覺得菲律賓就非常痛苦 因為你在台灣 你管我買什麼東西回去 然後他們就是還要申請 然後要怎麼樣跑程序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 住找房子那些就算了 可是就是生活的一些規定很多 那菲律賓的人 大部分時間觀念都沒有很好 如果說你今天跟他約10點 他可能10點半 11點 甚至12點才會到 而且他還不會跟你說 他就是你會一直找不到他 然後他肯定就找到他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之後 他才出現說 好我現在過去 所以這是那種我找房子覺得很痛苦的事情 然後而且他房租也偏貴 在菲律賓如果是在帕塞 馬卡蒂的房子 他就是那種 像那種一房一廳的那種房型 大概都要台幣2萬塊以上 這還算便宜的 那當然如果你是找那種比較沒有那麼市區 或者是比較沒有那麼新的房子 或許會便宜一點 但因為我的找房的經驗也沒有很多 所以沒辦法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必須說 在菲律賓我覺得 住這件事是佔我滿痛苦的比例 就是好如果你都住好 就是都已經安頓好什麼 然後你東西不要壞掉 然後房子放東西不要給你搞事 就是可以很順利的這樣租金 可是每次當要 然後我可能要搬東西 又要回家回去 然後要拖行李 然後或是什麼 然後就有非常多的規定 然後甚至是 我那時候我第一個租帕塞的房子 他到他們那種房型 那種房子蓋 下面會有什麼游泳池健身房 那通常我就是住在裡面 我就是可以使用啊 那後來呢還演變成說 你還要去申請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你要有那樣東西 你才可以去使用那些設備什麼 然後就非常煩 因為我們那些房子 都是公司的人幫我們處理 然後公司的人就很常 你請他處理 他就說聯繫不到房東 找不到房東 找不到總結什麼什麼 這件事就會拖很久 或者是假設我什麼東西壞掉 想到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我冰箱壞了大概快半年 他才幫我修 而且他就是一直騙我 他就是一開始可能跟我說 他說好那他那時候沒有錢 幫我買新的 那等他下次收房租有錢的時候 再幫我 因為這邊大部分的房子都是 押二付六 或者是押二付一年 就是指說你給他兩個月的押金 然後再付六個月的房租之類 所以就是半年半年 或是一年一年付一次 菲律賓的人的消費習慣是 他們好像不太會儲蓄 所以他們就是有多少 就花多少的那種觀念 所以那時候我的房東 我冰箱壞掉的時候 房東跟我說因為他現在沒錢 幫我換新的 我就說好那沒關係 我就等你 然後等到可能等兩個月之後 發方已經繳房租了 他應該有錢囉 他又不幫我換 然後又就說他要幫我修 然後先暫時拿一個給我 什麼什麼就是很煩 就是你只要沒有事都沒事 可是一有事你就會延遲很久 所以我就是覺得菲律賓在住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還蠻痛苦 因為在台灣你可以投訴啊 你可以怎麼樣 可是菲律賓就不吃這一套 而且他們就是規定很多 所以我覺得在住這方面 是菲律賓我遇到還蠻大的痛苦 因為你也不能怎麼樣 就是重點就是你也不能怎麼樣 你不能說那我就不住什麼的 可是其實就沒有辦法 因為畢竟我要上班 我每天都要工作 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找那個房子 或是處理那個東西的事 大部分都是要請公司的人處理 那公司的人處理 要嘛就是公司的人可能 沒有這麼有效率 要嘛就是菲律賓的人 的效率真的是 無法領教 所以我覺得住這方面 就是在菲律賓的人 要來菲律賓的人 你真的是 最好是公司會幫你處理 那如果你是要自己出去找的話 我覺得其實 除非你非常幸運 不然真的會遇到很多困難 房租也不便宜 如果說你的公司是 我之後再講一個 關於工作的東西 我再跟大家分享這個 房租的就是 到底要怎麼樣去取捨 對 所以我覺得住在菲律賓 是非常大的一個難題 除非你是有遇到一個很好的房東 或是有一個很給力的仲介 或者是公司的人非常的厲害 不然我覺得在住 我覺得菲律賓在住的這件事情 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 那第四個就是 行 行我這邊的定義 我覺得是交通 那交通 我剛剛就已經有分享那個 就是每個人都一定要下載的這個東西 因為菲律賓的治安 它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其實大部分 就算是可以走路的 我在台灣 我很常走路 就是可能捷運站有時候 一兩站的距離我會用走的 但在菲律賓它自然沒有到非常好 我覺得生命比較重要 所以我大部分的時間 就算是走路 三到五分鐘會到距離 我還是會搭車 菲律賓的使用率非常的高 那我也就是建議所有在菲律賓的人 一定要下載這個APP 它非常方便 它就是台灣的Uber 那使用的方法 我就不用介紹 可是我想介紹 大家可以去下載這個 CLIQQ這個APP 這個APP呢 我覺得好的地方是 它其實還有很多功能 但我唯一會使用的功能 就是Grabber的櫥子 因為Grabber它可以用 你可以直接付現金 或者是可以刷卡 但是因為刷卡會收一點 國外的手續費 加上有時候這些軟體棒 信用卡不是那麼安全 因為我是有聽過別人有被盜刷 我之前也是會用信用卡出資 因為如果付現金的話 有個麻煩是 你不一定有零錢 這邊的司機 不一定每個都很有良心 會準備好零錢找你 我就有遇過一些人是說 假設他這個車錢兩百塊 你給他五百 他就跟你講你沒錢找 那你也沒辦法 就是你也 如果沒辦法換錢 或什麼 就是必須要給他五百塊 就是有點變相的勒索吧 我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我覺得 然後加上很常 就是搭Grab 可能就會有什麼一百六十七塊 什麼的 那我自己個人的習慣 我就會覺得說 沒關係 那我就直接給他一百七 可是有些人可能會很care說 我就是要給他剛剛好 或是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 在就是Grabber出資的話 真的會方便很多 而且你就不需要去找那些 零錢 湊那些什麼 就是尾數 所以 儲值的話 你要嘛 你就是用信用卡 然後如果你不想用信用卡 就可以用我剛才說的這個 CLIQQ的這個 App去儲值 沒有Felbin的SIM卡 我沒辦法操作給大家看 反正他就是 你可以在上面點 你要儲值的金額 然後綁定你 就是 因為 Grab要綁定你Felbin的手機門號碼 那你按好之後呢 就是儲值 然後他就會跑出一個條碼 然後你去Seven的櫃台 給他逼 給那個電源逼那個條碼 然後他就會 然後給他錢 他就會給你一個收據 然後過一下 大概 我就是大概用一分鐘以內 你的Grab上的那個儲蓄的那個錢 就會跑出來 還蠻方便 那還有一個儲值的方法是 你不用這個App 還有一個方法是 你可以用G7Felbin的機器按 但那個機器我是沒按過 可是我聽我的同事他們說 那個機器很常壞掉或是故障 所以我覺得下載這個App 是最方便的儲值方法 一個交通是 大家也很常會用的是 一個摩托車的 可是我突然有點忘記那個怎麼用 但是因為我沒有在使用那個App 所以我沒辦法跟大家分享 Local的那種交通工具 就是Jipney跟三輪車 Tricycle 好像是叫Tricycle吧 三輪車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嘟嘟車嗎 我偷偷趕要上網找個圖片放在這邊 然後這種嘟嘟車就是他 我像我之前去愛妮島玩的時候 那邊沒有Grab可以用 所以就是用這個 他就是機場飯店接送 或者是景點接送會用這個 然後價格就是 因為我們是外國人 所以或許收費都會比較貴 但是本地人搭那個 我是覺得都蠻便宜的 那不推薦搭那個 我們在他們的眼裡 就是 Chinese 或者是Taiwanese 所以說 其實 他們就會覺得 可以壓榨我們 那種感覺 我有一個經驗是 從我們家 到那個 一個超市 大概只要 搭Grabber只要80匹所 80匹所換在台幣 大概是50塊台幣而已 但是他搭那個 Tri-C 他跟他收100塊 他整個超傻眼 就是 可是你也沒辦法 你就只好 就是搭了 就是搭了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那麼推薦的原因 是因為 如果你被騙錢 你也不能怎麼樣 然後 那還不如就搭Grabber 還有冷氣吹 還比較安全 還不會被騙錢 因為Grabber上面的價錢 就是系統設定好的 除非有時候是尖峰時段 或者是需求量 大於供給量的時候 他會變貴 不然其實他的價錢是固定的 你也不會怕被壓榨 或者是什麼 那絕對絕對不要搭 本地的出租車 就是本地的Taxi 就是那種白色的計程車 因為就是太多太多殘案了 我真的真的只有搭過一兩次 是距離我家非常近的地方 要回家 然後呢 真的很近 就是那種開車 可能兩三分鐘就會到的 然後 那時候是因為一直叫不到Grabber 或是怎麼樣 我才會選擇搭那個 但是搭那個我一定就 完全不會滑手機 然後我就是會 就是一定要很小心 然後 嗯 就是注意安全啦 所以我其實不太推薦 搭本地的出租車 因為就是真的聽過太多殘案了 嗯 不管是被勒索啊 被 我覺得被騙錢都還好 可是如果他是有槍支 或者是對你的 就是發生一些不好的行為 我覺得這是 沒辦法了 所以就是盡量還是避免 第二個就是比較local的交通工具 就是Jipney 照片有放這 他就是有點像是 變相的 我覺得他就有點像是那種 小巴士 什麼吉普車嗎 還是什麼 就是改造的 我記得好像就是之前是 美軍統治還是怎麼樣的時候 他們後來就是留下來的一些車 然後改造成這樣的車 然後他這個車的搭法 我之前有問過我們的公司的 菲律賓人司機 我問他說這個車我怎麼知道說 這個車是要去哪裡還是什麼 他就說這個車子外面都會有寫英文 就是他會路 經過的地方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去的是一個 MORWA 你要去一個商場 然後你看到上面有寫這個商場 他就表示他就是會經過這個商場 你就可以搭 然後他費用好像也很便宜 就是可能20匹 10幾匹20匹而已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大概才 就真的像台灣大公車那個概念 但就是我也沒搭過 因為呢 我就是一個臭俗啦 我不太敢嘗試那些 看起來有點恐怖的 就不能說恐怖啦 就是我比較害怕那種 就是可能會有危險 因為在那種你可能會遇到 跟你要錢的小孩 或者是 會被搶還是怎麼樣 我不能預知 因為我就是一臉 就是外國人的臉 所以 我比較沒辦法融入那種 當地的Local的那種交通工具 但這邊就是順便分享交通的部分 我個人還是最推薦的是Grab Grab是我們的好朋友 而且 在分辨當Grab的價格 我覺得也不貴 有時候就是進進的那種距離 可能一兩百匹 那大家分 平均下來台幣大概就是一百多塊 那你可能兩三個人 你搭 甚至你可能一台車坐滿四個人 等於一個人才幾十塊台幣 而就跟台灣搭公車價格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會覺得 就是 如果你真的是女生的話 或是你比較擔心一些治安的問題 我真的還蠻推薦大家Grab的 而且 Grab還有一個很好是 它上面都會有定位 就是你可以隨時看說司機開到哪 然後有沒有亂開 或者是如果真的有什麼意外 它上面有一個緊急的聯絡人的設計 就是設置 如果說真的在車上有什麼意外 就趕快通知你的緊急聯絡人 它可能就有辦法 可以知道你的位置 就可以救你之類的 嗯 所以我覺得Grab是相對安全的交通工具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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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